嗨,大家好 首先也有一段时间也没有分享 今天我会跟你分享 个股的基本分析与技术分析 所以这里会跟你讲 基本分析怎样去看它是真的还是假的 就好像一些东西我们看到基本分析 在看技术分析那边 我们会看到比较稳健 就是比较稳全的那个趋势 好,今天我就讲的就是一个关于WCT的 好,在WCT那边我们看哦 这里哦,今天出的哦 是它下降了73% 那么为什么下降73%的原因哦 我们还是回到来这边 首先这里我放去WCT 哇,这么多 OK,这个 然后我们再看呃,就是按这里下去的时候 就是布萨姆里加那边 看的时候你看这里,OK 这里它基本上它的那个盈利就是revenue是增长的 然后就到它这个profit那边 它就呃,下跌 这里开始下跌了 然后到后尾的时候是 也就是它的那个net profit了 OK 就在减半更加更加少 就看这边会更少更多 然后在这边 会更加少就是在啊 对于它的那个母骨方面 不过我们是看了看这个就好了 也就是说看这三个,OK 然后大概那边可以看到它是跌到蛮厉害一下的 在这里为什么掉这么厉害呢 我们就要看一下,OK 它是under construction的,OK 所以这边我就先按去它那边 OK 在这边就是它的整个季报 你当然也是可以在这边这样啊 right click它 right click 然后set target as 这个是在IE的话啦 OK 如果不是IE的话 它是另外的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WCT那边 这边还是它的目录那边 Table Contents那边跟你讲解的东西 那么我们先一个一个去看先 因为不是很多 23亿,23亿 基本上我们看一半都没有了 你可以看一下这边哦 一进到这边的时候 就是这个income statement Income statement 看到吗这里 Income statement OK 在income statement这边哦 你们看到revenue是它是有增长的 这里增长是增长多少呢 如果是用最简单的话是 四八四 九六四 OK 减 三五一 六二一 OK 再除以这个 三五一 就是上一季的啦 六二一 OK在这边 然后 然后 基本上是它有增长 嗯 37 就是这就38% 但是它的盈利是下跌 为什么会下跌 我们看它cost 就是蛮高一下的 你看下它的那个那个这个 基本上是吃的蛮多它的那个盈利 OK 至于这是什么 我们会看一下它是怎样解释 然后cost profit那边开始说是 这经历那边就是它的那个啊 还没有退退后出其他的是 它是这么多 那 other income那边你看在这边开始扣更多 你看这里 other income那边它是这里是复苏的 这边过去的那一季是同一季的啦 OK 是啊 这里也是减少 然后other expenses那边这里也是增加了 所以这边的减少更多 这里 administrative expense 这边也是那个盈利开销也是啊 增加 finance cost那边就有一点减少 减少 然后大概是700万 因为这里是三个零啊 也不是这里是七千啊 OK 然后 share of profit after tax of all associates 就是它的那子公司的 然后还有join venture的 也就是它有跟人家 合股做一些生意的 所以这边你看下这边这两个是好的是有增长了 至于其他的基本上啊 除了这三个 这个三个有改善之外 然后这三个就啊 就怎样讲呢 就啊 增加了 所以到头来这边的时候 我们一看下 是你net的时候就变成更少 已经是少过去过去 然后income tax expense 就是那个所的税的时候 就是抽公司税务之类的是 还有他抽了比较多 因为你赚这样多抽这样多 就是这样的原因 然后他这边 你可以看到还是你少了很多 这也变成你看 三啊 少了三分之二就是 刚才一边讲 只有70多巴仙呢 超过三分之二这个肯定是 我们如果是这样看的话是 啊 其实剩下它的大概是三分之一 过往的三分之一而已 不到三分之一 OK 然后我们再看它的这个 income statement 这里还是income statement 基本上是啊 我没有去到这边看这样多了 不过还有一些东西 我们要知道啊 还有这些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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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 这个 这个外汇这边可以看到这边 基本上是 啊 可以看得出 它是在啊 这边的compressive income那边是 kazi translation defenses arising from consolidation 啊 就是这边是外汇的亏损啊 这边income statement 已经给我们看到它的 为什么会亏的 OK 在这边呢 我们再看一下其他的 OK asset方面 基本上是 没有什么变动 只是增加了一点点 OK 你看下这边 总共这边就是 长期的那个资产是有增加的 一点点 这里也是蛮多一下啊 这里是啊 三个人 这里就是百千万 哎 百 一百万千万一亿 四十多亿啊 这里 OK 然后我们再看他的那个啊 现有的那个资产 就是可以啊 可以动用比较灵活 这个最这个才是公司的 那个比较重要重要的命脉啊 可以看他基本上哦 也蛮不错的 OK 也是有增加的大概是七千 啊 两百万这样了 OK 可以看这样的起司吗 这里这三 再加一个三个零 就是百千 就是这里看 再扣出来就是七千多万哦 OK 所以你看他是有增长啊 资产方面 然后至于你看下 基本上是啊 蛮健康一下 在他的资产那边 负债方面我们就 我们还没有看 OK 他 recept方面还是亏损的这里 可能是啊 有借钱来矿展之类的 我们也不知道 我们要看下 要跟啊 研究蛮多一下 这个只是一个记忆包 给我们大概大概看一下 最新的走势 当你要啊 追之谷的时候 你每一个记忆包 你都要去啊 深入去看一下 当然最好是放在 excel 那边 那我们做成一些啊 那些 chart 让我们看一下 有没有增长 OK 那也是有快乐的方法 就看那个 Malaysia Stock Business 那边不是很多 我们需要的 需要看的东西 然后他的那个长期 债务这个 non-current library 就是长期债务方面 嗯 也是增加一点点 基本上 增加的是那个 借钱方面 比较明显啊 然后other payable 那边是减少 这个track payable 那边啊 也是减少 这个二是他的 在note2那边 可以给你解释的 OK 那么呢 那个现在的 就是啊 短期的那个 啊 债务方面 也是有增加一点点 到后来 他证明 总债务 对这个dotted equity 跟来币 第一次加起来 基本上是等于access了 所以这边是 抽起来 基本上是啊 有整 三分之二 就是六十多巴仙 他的那个 债务比例是蛮高一下的 ok 这里这个啊 所以我不大喜欢看这个 equity statement 所以equity statement 他答王了哦 我们再看一下 cashful和现金流那边 ok 这里我们你看一下 他这里大概 ok 这里的钱是这样 non cash item 嗯 non operating item financing 然后investing方面 ok 这里 这两个 你可以看到 他这里是 的确是有 投入一些东西 所以 我们会期待 他的啊 这个投入是 会给他 带回更高的回头 所以我们也是 可以看一下的 ok 基本上 changes in asset方面 你看一下都蛮高一下 那边 ok 债务是大量的减少资产 就啊 变动了蛮多 这个啊 做什么方面 我们就要去了解一下 ok 可以看一下的 那个 sign 啊 tax section pay啊 co 啊 蛮用的蛮多钱一下 没有sign啊 sign 同意记这样多了 也是已经减少很多了 ok 还是复苏了 你看一下他那边 这边 啊 这边的真的要去了解一下 因为这个 这个之前公司是他的 他他不是单一 啊 单一工程就是他不是他 虽然他归类为那个啊 建筑股 不过他的建筑股那边 还有其他的工程的 ok cashful and from investing in activity 就是那些他们投资那些啊 他的那些现金流就是他的钱啊 在投资方面就是做什么 interest receive就是他收到的那些啊 利息 利息可以来自那些啊 那些定期啊 产业之类的 或者股息之类的 蛮多一下的 ok property plan and equipment方面 我们可以看到他这边 是的确是有 投入了蛮多一下 然后在emassment property那边 也是投入蛮多钱一下 大大量的增长 placement of deposit with license bank那边 啊 这里还就是 你可以看到这里 他就是放那些定期之类的 可以看一下他这里 大量的增加 你看他这 啊 放蛮多一下的 然后到回这边啊 这个cashful from financing activity 就是啊 融资之类的就是那些啊 跟银行借钱啊 或者什么 还写是啊 转换那些平单啊 ok 这里proceed from share 啊 share option exercise啊 就是有这么多 正更你要注意看一下 proceed from 啊 commotion of warrants啊 这个啊 出了这么多看上面啊 有三个零了 也就是多说有蛮多人转换的他的那个啊 平单啊 就是他的warrant 转换去母股 所以那边会大大的冲淡他的盈利 ok purchase of treasury shares 就是你应该就是啊 代表的就是他的有一些是 呃 买其他的股票 也有一些是买啊 自己自己 自己的公司的股票了 ok bank following 就是这里跟银行 就是营养出钱给他了 ok 所以你看一下这边啊 正数这边还有钱 所以到后来他的时候 你看一下啊 他大量的减少蛮多了 是 蛮不错的 还可以讲是 只是他的那个现金这边呢 啊 就减少了一半 真的要注意一下 他大致上可以看得到啊 现在是 啊 过去的这三 就是由1月1号到1 3月31号的这段时间里面 给他的哈 基本上还是大量的发展啊 看到在这边 ok 来比的这些也要去了解一下 为什么会这样 ok 所以这边有没有可以看得到啊 呃 钱那边也是花了蛮够力一下咯 ok 那么这边呃 这个基本上是他的那些很普通的东西 通常是看一次大概就明白了 基本上我们全部都是copy paste而已 只换一些啊 年份啊 那些啊 那些东西 很很很很standard的东西啊 这个 所以看一次大概大概再看大概大概就完了 ok changes in debt and equity security ok sever disco so below there were no issue and cancellation reself re purchase and repayment of debts and equity security during the period under review ok 以上啊这个 to the exercise of the e-source or at the exercise price for ordinary shares 这里有跟你讲咯 就是有八啊 这里是八十二万七千个啊 share 给exercise的 这个是e-source那边的ok conversion of warren那边有蛮多 五千五百二十六万两千五百八十二个新的share ok 这里是蛮多哦 你看一下 1.50share buyback 所以刚才我就讲了咯 这边就是好像那边有 ok transaction cost during the current financial quarter amounted to transaction cost during the current financial quarter amounted to ok being held as jesus shared in accordance with 所以可以看到这边有讲咯 而我们的那个income statement那不是那个cash flow那边啊 这个回去这边啊 刚才我说的这个 ok 这里是一千四百十七万啊 哎 不是一百 一百四十一万样罢 ok 再看回去这边他啊呢 这里有讲了 1.4741样 ok 没有错的 然后这个是number of treasury shares啊 就是他不是不是钱啊 这个是有多少股啊 所以他这边可以讲他都有大量的减少了 你可以看一下我在这边哦 ok balance as of first of january two thousand ok re-purchase这边八八九 ok 所以这边总是是这样多 这里是他啊 这里是钱 ok 这个是目前的 这是之前啊之前的balance 所以目前哦 他这个他的那个平均起来 我们可以看一下他的公司那边 他们也是可以选择性啊 卖出去的 也就是这边有 啊 1 2 1 8 2 3个零我算这个是算他每股多少多少钱啊 8 7 基本上我那个3个零应该啊 可以不用翻下去了 不过也是放上去不用紧了 ok 他这个3个零再出这个3个零基本上是扣除自己用这个12182除以这个8710就可以知道他的那个啊他的一股的美股的价钱就是你看下的美股的价钱是大概是这样多 所以加买那些成本来讲大概是1.4142这样左右了 然后等下我们啊这个会收着收着收着下来我们看一下目前的股价是多少 ok 就是他说如果他低过这个价位排出好会再加码进去了 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那个安全价码啦 ok 然后还有看一下蛮多东西contigent library这些基本上没有什么东西啊你要看每个都可以的就算我们是看重点就可以了 contigent asset也可以变成是contigent library这个是很啊很个人的之前我所知道的东西啊 contigent是那种是变动性很很很很难掌握一下的 他是目前可以归类为啊资产或者是负债 然后过一段时间他会归类为负债或者是资产 如此之类的我们最重要的还是要看这个 呃 explanatory notes in compliance listing requirement of the bussam ratio 还是看review of a performance performance啊看下我们大概是给他知道啊那边中那个 income statement 我们没看到还是外汇那边可以损蛮多啦 ok for the current quarter the group recorded revenue and net profit of 这个485 这个不好意思也是4亿8500万 ok和1000万的盈利啊 ok 然后对比这个你看下他这边啊33 这里还是拿rout out的那个figure来的 ok the increase in revenue is mainly due to higher contribution from local constructions and 这里才是重点 and 这个啊 property the decrease in net profit is mainly due to unrealized forex action loss ok in current quarter as compare to unrealized forex action gain in the corresponding quarter and the effect is irregular as below 你一看下他这边哦 这里是啊 unrealized 的 ok 就是他啊 还没有 unrealized 就是还没有完全的那种 怎样讲呢 他是先算进去先的 所以这个 这个债务他那边 这个你前突然间 如果啊 说到后来的时候是 他可以 也可以不用算进去 这个 还没有realized 所以那边他已经算进去了 你看下他的net profit before unrealized forex exchange loss ok 我gain啊 你看下他这里是蛮多一下的 大指上我们可以看一下他之前哦是 啊 增长蛮多 gain和loss 可以看得到哦 这边他有netoff 这边啊 他是加起来的 ok 也就是说这个 啊 这里33 29 292日他是有包括增加了这个 啊 这个外汇的那个 盈利的增长了 等一下我们来看一下啊 到底他这个是算什么 美元对比马币 就不知道 我们看应该一看 我们好像看到 去年的同一季的话啊 这个好像是 增长也就是说马币别人 对他是不利 ok 我们先回去看着你 我联合起来看一下 我马币回稳了一点点 这边我们放拉筑放月图 在这边我们看下的是 啊 这边放不到 放technical chart 比较好一点 点一个chart方面我再放大哈 啊 这边我select 蛮腻的 ok 对比 哦 你看下这里2015年的时候哦 这个是 1月2月3月 这里是3.6对比这个 的确是啊 增长了一点点啊 以前是3.6 最高去到是3.73 而目前最低 从1月那边是4.43 去到3.89 平均起来都有 四四三十二点八九 都有整4.1 ok 这里就合理 也就是说啊 马币 贬值的话对他蛮不利 这个情况就是代表他的东西是 也就是他进的货是美元 计算所以他这边算是ok的 然后我们再看上一季的啊 是怎样的 ok 这是不是一次性的那个 我们还要继续探讨一下啦 然后啊 engineering engineering and construction 这个工程跟建筑方面啊 ok the segment recorded revenue and operational profit of 这里就是revenue有 三 78个million 也就是三一七千八百万 四百万啊 对比这个啊 你看一下这里 这里就大大的减少了很多 也就是说啊 从二 两千七百万跌到四百万的确是低的 很够利那边 popperdetailment and investment啊 也是有增长 只是这边啊 就减少比较少 只是六百万不见的 也就是从三十三千两百万 跌到两千六百万 也就是才六百万啊 最够利的还是这边 ok 然后还有很多很多东西一下了 然后这里才是最重要的就是prospect prospectforfinancialyear2016啊 也是这2016年的展望啊 ok the group is confident to achieve certificatory result for the financial year ending 啊 the 31st of december 2016 this is attributed to the group outstanding construction order books of 4.4 billion 看到吗这里 这个就是一个 一个key了 也就是它的那个啊 它的那个 就是头表到有 蛮搞意思的 一个billion是十亿 十亿就是44亿的那个啊 东西 然后unbuilt property sales啊 也就是卖出去还没有收钱的 就是amounting to 这里 哇 这里就是五亿五千 一百万 ok 在此目前为止啊 in addition to good investment property are expected to achieve increasing recurring income 这边我们可以看到是三个重点 第一个就是它的那个 construction就是它建筑那边是有44亿的那个啊 order book 另外一个就是它的那个啊 在它的那些买了那些那些产业啊 那些那些产业啊 那些产业啊 到目前为止有它五五五一五千一百万了 ok 然后还有它最重要它的那个 investment property是是还会增长也就是它的那个稳定收入这个recruit income是蛮重要的也就是说好像你的租金你有房间的话是不要讲房间就是你有个股息你有一只股比如说呢你买进一些股很久了啦比如说是那个啊 啊 那个最出名的就是那个啊大众银行public bank ok 它每年都给股息的嘛是 虽然股息也是会增长如果你的那个平均价就是你的成本价很低的话你就会看到它到很高咯 这个就是这个东西也就是它就是increasing recurring income也就是它的这个这个蛮稳定的所以还会增加它价值是在那边呢 很多人看不到它的分别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啊 这边基本上是没有什么特别了 ok 还有这个 还有这个 这边的那边的那边的那些投诉方面呢中枢的东西我们来看一下先 ok 这边有什么重点 is engage either as ok 没有记错好像是有拿到一笔钱但是还没有进到来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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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说这间公司啊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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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蛮精彩 蛮精彩一下楼 ok ok 这个aed如果不知道的话我们可以去谷歌一下什么还得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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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YR 看一下是多少钱呢 哇 蛮高哦 立下1.12码币哦 OK 再回去看一下啊 这边是 28亿哦 28亿是蛮高一下哦 开了另外一个计算机 28亿啊 是多少个人啊 1 2 3 4 5 6 7 8 1 2 个十百千万 十万百万千万 这个然后乘1.12 蛮多一下这个比较数目耶 嗯 再看一下先啊 有完没完这个 再出来输去那边 很久了 就是这个公司要赔啥了 ok 2N in favor 去年那边就是你看一下啊 所以这里是另外一个很好的东西来咯 很多人没有留意到这个 哦 哦 这笔钱哦 1 billion 152 billion 这里他就是要赔赏啊 这笔钱哦 呵呵 所以这边咯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AV 就是那个Arabic那边咯 我们就可以看一下他是 看他几十熟到最重要的是 1 1 1 5 2 6 5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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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亿这笔钱他收到真的很够力哦 ok 所以这边这么明显的一个东西 我都不知道那些人啊 做不对他没有信心 拿到这笔钱基本上可以拿到他的special dividend 这个也是一个机会哦 所以有时这些扯从按键啊 这个material litigation 这方面是要注意一下的啦 看了这个之外哦 我们也要确认一样东西的就是 去年的时候4月 基本上这个可以看得到 他会issue那个special dividend的机会率是蛮高一下 ok这边我们也是可以看到他是啊基本上的那个盈利哦 是有点减少是要减少一点点 ok 对比上一个季 上一个季度就是10月到12月 ok cost of sales 然后四四也是一样 四四那个 啊不过这边还是赚钱的 你看一下 ok 我们要看的是对比一下那个东西啊 我们要看的是对比一下那个东西啊 我满足一下这个 现在回去看了他这个原因他下跌是什么原因啊 也就是最简单的门就是看一下他的那个什么线 这是4.8个billion 跟他的那个 那个post back方面我们就是要对比一下啊看了没有增长啊 有增长当然是好事如果没有增长的话就 呃要当心 这里我们可以看的是 4.4 减少了 4.4跟4.8 然后599 ok 也就是还是减少了这里怪不得啊 咳 这样他真的要努力一点了 review of performance就是上一个季度了 ok control local construction还是一样 他没有跟你讲是什么东西 ok 我们还是看得到他的那个 减少东西 这里又有点又有点不不合理测了就好像这边看一下这边 Cost of sales ok 跟这个对比的话 也就是所 我 这边有一点劳顿了 这边有一点劳顿了 ok和他所说的我不知道他是在搞什么东西 也就是说在这里啊 12月啊 这段时间是最高吗 这就学到这边了 ok 这个时间 这边 然后再对比 4月的时候啊 2014年的时候 2014年的时候 这三个啊 这三个蜡烛啊 你看在这边 这边肯定是比这边低吗 这边那是在3点多 然后这边就有一点啊 不合理测 他到底是在搞什么和特地的减低他的那个盈利方面呢 我们在这边对比 两个季度方面 看到哈 有一点啊 不合理测 那边 就是 啊 他的这个解释哦 呃 有点不能接受的感觉 这样 哈哈哈 ok 那我们再看一下他的走势哦 也就是在这边我们去 啊 这个就是我们的基本分析那边怎样看啊 他走势方面呢 就目前为止还有两个 啊 结构平单就是structure volume 或者是 cold warrants 还有另外一个是cold 两个cold 那个cold warrants WD跟WE OK 这是目前的走势 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的时候你看下哦 这段时间他们已经知道所以拿低 不过他最好笑的我们可以看到目前为止的是他没有低过 这个点数了 也是拿高一点就是1.6了 OK 那安全价位方面刚才我们算过他的那个美股的那个盈利方面哦 OK 也就1.12方面哦 这边1.12 这个就是配合那个基本面方面来看的话呢 这个就是我们的那个可以讲的是那种另外一个加码的机会 不过 要跌这个跌到底这个价位有一点难 看了看了看 好像是有点难因为现在是在很 200 不排除这1.71他在回调到1.6的时候再反弹上去 或者是在这里在这个时间这样有一段波动这样也就是可以做波动的操作因为这里是超过实现 OK 因为16 我们看一下 1.11的话 我 也就是 乘1.16就是1000 110 扣除掉水钱 赚咖啡钱 都就可以了 就是讲 如果你买10 的话 这个这个就是我们看到那个 这个是 就是 就是 就是它的 net 还没有 扣除其他的那些 成本价 Pocket fee Stamp duty Cring fee 这些东西 从这边 通常我 布局的时候我都会这样大概这样看了解一下 也就是这个就是我每次会 不时的跟进 就好像我 追到什么股的时候 我就会去 做这些功课 然后再看一下它的走势 目前好像是 还会乡下 然后 以 12月的季报跟3月的季报 12月的确是比较美点 不排除会有人会卖掉 我们也是可以在1.6这个教育这边附近守着等守住带住 OK在布兰话这里是他有正确来讲支撑点首先是1.63 1.63之后就是1.6 OK 这两个教育那边可以留意那边也就是啊 不要 太过心急 这里就是 要计算我们的你的资金有多少 然后才考虑 这个也是要小心因为有些人目前一直在推销他 OK 我是以很中意的角度来看 然后从年 他的祭宝那边大概是看得到他是 这是啊从事四个不同的行业 这些也是三个 除了建筑他还有啊买卖那个产业还有那个 租出去的 也就是有收 租金了 这三个 OK 然后我们从这边看我这个价位就是这个是他目前走势 如果看他的那个周图的话我 周图基本上还好也就是目前还是做着一个 蛮不错的上升三角形啊可以讲是ascending triangle 这个 这边我就放一条线的话就是这边这样 这边哪搞一点 1.74 1.72好OK 然后这边 如果这样画的话是你们应该就看得到是ascending triangle OK 也就是说 这个星期 还有剩下两天拜四跟拜五 那这边在上升的话就是如果带量突破1.72的话 也就是蛮好的 这是中期的走势 然后看比较长远的走势方面 OK 蛮不不大 理想的走势 这是1995年开始 在 顶峰的时候是 20 也就是股灾来临的时候他才去拿升到这么高 目前还是在很白这阵也是有很多东西的 在大选之后他就 就换了首相 然后目前的首相是比较关注在那个极建方面 所以目前就是看他可以拿到多少个单工程了就是极建方面的我极建他拿到蛮多的话就对他蛮有利 然后由此那边那个最远签那个我要去调查一下是不是他拿到的那个 啊收到的从那个中东那边收到的钱了 赔赏的钱了 OK 他没有给那个 不好这个他是一次过赔完呢如果是一次过赔完的话我们会期待还有那个叫做special dividend 不然话的公司的现金是蛮多一下的 OK 这个就是 WCT的那个 基本分析方面跟他的那个技术分析 如果你喜欢看这个 这种像这种类型的 那么就最好就请subscribe我的 YouTube 不会很难的 你看的时候你看到下面一个subscribe的button的subscribe button你按一下那边当我更新 video的时候你就可以第一时间可以知道我 放了 放上去什么的那些 这些制作这些video 然后 同一时间你们就可以慢慢的 看一下 然后 今天的分享就到此为止也 花了蛮长的一段时间 看下43分钟还好不错 不会很多 然后 这边只是跟你讲怎样 分析去看下他的那个真为方面 OK然后还有很多东西要做的不是这么简单 还没跟你讲那个资金那边操作 资金操作那边会更加复杂 因为我不能这样直接跟你讲 第 我不清楚你的资金的规模有多大 当你资金规模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你的那个 买 这边方面我看一下我不在这边 应该要卡去开过这边有写了一些书OK然后 先去看一下这个 我应该有做吧 WCT 方面 OK 目前这个还没有 还没有更新的 因为他有 他有转换的时候需要换一下的 也就是说这边加起来是大概是 OK 百万千万 是越多个票了 是越多个票方面 我们要去探讨一下 这个我们 随时要更改 他不像这个 啊 那个结构评单 结构评单有多少那边 我们也是 啊可以计算 从每天的交易量 那边是 我们要分 看那个 啊 就是 复盘啊 复盘就是 啊 那个 整当一当收市的收市我们就去了解一下我们有时要计算的 OK 这东西是蛮蛮多东西要做这些是短期的操作如果不是短期操作基本上是不用管这样多了OK 在这边我们就可以看得到是 是蛮多的还有那个最重要是你要赚多少钱好像刚才我这样讲的 OK 如果是以技术分析方面来看的话在同桌打个WCT 这边看的话刚才我又讲的是一个是1.6对吗然后 这个是1.7亿 OK 1.7因为这边没有突破这个十字形那边然后再综合其他的那个拉筑在这里刚刚我一个线上影线顶着 所以这边这一出是蛮好一下的在这边是 啊 1.7亿就是还有这边 如果拿到1.6的话跟1.7亿的时候你看你要 卖进多少 的时候你才可以赚OK 通常这边我们可以看到 10Log就可以赚了10Log 基本上我那个价钱就是 就是 啊我们这边看能不能拿到百亿的话百亿我们基本上是没有拿到百亿的为什么我们拿不到百亿我们扣出水钱方面最重要是哪 那pocket fee pocket fee越高的话你就啊越不划算了 他minimum charges 最好是拿到 12块24以下会比较好了 如果是能拿到6块会更加好了OK 这边啊我们可以看一下如果是买10Log的话我 乘1.61 1.6 也就是1600 这就是你的本钱1600 OK再加买其他的杂费大概是16 15大概是1615了OK然后进钻扣到来的话如果是110 减掉啊 那个 如果12块来算的话也就是26块大概是26块OK 84除16 13OK 这个我为什么放13的原因是因为我有算买他的那个 不是不止1613了至少是1616 因为这个是接近2000了然后水钱12块来宽的话加12块 4块钱2块钱那个 2块钱是他的那个 Stamp duty 然后carrying fee加mgst 他另外那边就大概是16块 赚整数啊OK 也就是说赚 一个5% 这里是有可能的 但是这个不是短期这个是要操作 不断那边 5%是蛮不错一下 OK 所以这边我们就是其中一个这样计算了这些东西都是需要很多 啊 计算那边的 通通常就是 为什么我当初我的文章那边有讲 短期的 不然是不是短期的话是我们 的确数学那边 要好 因为脑筋的确是转的要快 因为一直计算很多了 OK 所以在这边你会看得到我有放这些 这技术分析方面 我们可以知道他进场价格怎样啊走势怎样 这基本方式分析那边我们可以看到是不是机会或者是什么 从这边我们就可以大概了解到这个走势是 啊 可以不可以进的 当然同时之前我也有在我的群组方面分析那个AH的方面 我跟他讲这里是出现了一个调整的信号了 这个我们称之为那个啊 也可以称为是称 称之为那个 Eventing start就是午夜之行啊 这里是spinning talk OK 上影线 比下影线低高长很多然后我们也是可以忽略他我们也可以当做他是一个 啊 那个流行 然后这里是确定了这里的下这里再多一个确定然后量来了 你看下来量是增加的 下跌的时候量是增加然后他会跌到哪里会不是要12点17 如果是这个2点17是蛮不错基本上我们就还有一些机会可以进啊 这那边我们就可以看到是啊 有哪一些平单之类的那个然后我们就再去计算了 当然我们也是要看他有没有反弹的信号的时候我们才进场 不是在 急因为在这边的时候是 平单 你看那个call我人呢就讲call我人来讲呢在上升的时候在这边的时候是 他的溢价是会 很高 因为很多人追 这是第一点 他下跌的时候是下跌的时候他的溢价会变成他的premium会比较少 所以在这段时间我们要做的是他在上升的时候 他在上升的时候他的溢价 刚刚好 不多不少 OK 这是理论上那边 当然实际上那边我们还要看他的那个平板 排 comp ol 排膏那些那些东西呀很多东西要把亲 坚固一下的 所以这边我们可以看到大概了解这种东西是怎样的当然这点东西 那我是先的话会作 如果你要 这些东西基本上都是 全部是 有 做过了的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跳过那个入门课来报名我的整个课程 整个课程我会跟你从头交到尾 也是有见过一些啊 一些师傅那边他们建议我有基本交起 但是我还想着我又基本交起的话 我不是赚很多钱 那么赚了很多钱我就好像没有这样好 这样我就收你一次信就好 所以你一次信收费的话 那边我就跟你在那边讲怎样 那通常我们看到这种羊猪这样拉伸的时候是这样大量加量起身啊 这样的大包啊这种大羊猪的时候是通常是不 不需要急着进场 当然在这段时间这样进场的时候啊 谁会进场就是交易员 所以在这边呢你看像那些 Contra的那些 T.7啊T.3啊全部都被洗出去你看 洗的很贵然后再拉伸 然后再进的时候又再洗出去哎呦这里就可怜了 然后这边我们也看得到了这里叫做 Morning Star OK 在这边我们大概就是了解一下OK 这些东西都是有 有一些都根据的 有时那些图那边我们大概可以了解到 他的走势是怎样是因为他们是连接起来 OK 我们在大概整个 整个走势方面从那个月图方面看我他 还好不是讲是特别好那种人看他的那个月图方面 OK 他看好是由低波开始上去然后开始在 啊会不会在上升我们就要啊密切的留意一下 也是说上升到最高的时候是20135月OK 5月这个时候就是大选的时候吗OK 20135月5号 没记错OK 你就一路下跌 这基本上的蛮多的风波所以很多人 不会理解这些东西就很可惜啊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走势是怎样的然后 距离 啊下一个大选的时候还有大概 两年多了 OK在这段时间我们啊也是可以安心 最重要是我们上面那个人啊 他有大肆的发展了有大肆发展基本上 这些建筑股都有机会的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蛮多资金是流入建筑方面的 只是这边我们看再看他的那个 啊这个季报方面了他 是对比上个季度是少了啦 这里是蛮可惜的你看下这边咯 少了蛮多一下你看下这个revenue Profit Margin Profit Margin也是少很多很多 可以让下过网罗我这里是全部夹起来不好意思 这里还是算了你看啊 这里现在目前为止才 很少益了 OK 这边是可以看得到啊 下跌下跌从2014开始上升 所以希望2016哦他的这个revenue会 啊超越这个数目的同时然后他这个会 更加高 希望他能可以到到 4 不是2 或者3 如果能到4的话 这个股真的是 一个宝癌的 所以看一下接下来要需要更进 最主要是更进他的 很可惜的现在你看一下他这里 哈他的那个啊 profit 蛮少一下才 可以 880 2万6000 很少一下 不会很多 OK 这才就真的需要密切留意你看下这边大量的他也是有不稳定的因素很多一下 哈 所以这里就是我所说的sharkup 不过这个很可惜还是啊 跟年统计然后一直这样上升 OK 这是5年的走势图 第1个方面是蛮 少一下的 OK Net Tangible 赛 12.13 8 6 0.5 OK 当一个股他给8 的时候我们就 revenue 然后一些人不知道 那些 比如说是10 的 啊 那些 dividends 我们就讲 50 线乘10% 然后还是给 Declue 如果他 他他没有跟你讲 那个 实际的数目的话 我们就拿这个8为6 除啊 乘10% 就是0.1 也就是 5分钱了 大概是这样的 莫哈这个没有给到这样高啊 再看他怎样些呢 marketcap 市值方面就是 啊 21亿 2600万 那么 share就是目前有 12亿 5800万 EPS方面就 还好 PE ratio 是10 啊 算是还好 还没有超过15 这建筑这个也算是蛮大 Return and liquidity 是蛮少一下 这边就 不大理想了 OK 大概就是这些数字 我们就理解理解一下 然后再看一下 今天的那个 布莎马来西亚 这个trade就是不是今天现在已经是 26号了 因为是凌晨的时间 OK你可以看一下我外资还是继续卖 这边可以看一下这两个就是本地基金跟商货开始大量的进场 我就是说那后委拉伸的时候 不是外资 首位 不过门间还有看得出了通常我们看了这个之后我们还要去看的就是那个债均 就是出了看这个 还有我们看的是人民币啊 之类的有没有 感谢到 可以看一下我这个 实验的栽菌 他利息是 减低的 蛮多一下 看下蛮厉害讲的话 是 之前上升 哇那时 你看上升的时候 8月的时候 大跌 然后大量大跌的时候这边呢 也就是 刚好是1月的时候反弹 你看在这边然后现在又在下跌 也就是说 这段时间 我们要留意一下 OK 人民币 同时是这样 我不知道 吗 我哪里 它 说 那 tariffs 有时 左手进右手出 我们也不知道 我们要了解其他有关联到那边追踪一下 因为如果我们没有这样做的话 我们真的不知道这个数据是不是调转来看 也就是说这个是外置进场 这个是外置出场 我们也不知道这个东西 或者是他们左手转右手 在这边这样转的同时我们也不知道 这东西要看满东西 然后才可以做那些短期的操作 ok 今天的分享就到此为止 大概是差不多一个小时 然后希望你欣赏 然后同时你再讲了重生一次 喜欢这样的video的话 请subscribe我的youtube 然后时不时让看一下有没有新的 ok 然后今天的分享就到此为止 谢谢